嗨 大家好 我是黄鑫 我是一个每天可以沉醉在 自嗨中的假酒领后 拼命三郎 卖爸 开心果 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标签 工作中的我 可以是拼命三郎 全年365天不休息 生活中的我 时而阳光明媚 时而乌云露布 这就是我 一个简约而不简单的我 黄鑫 男二十九岁 黑龙江人 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大专 综合绘画专业 大家好 我是黄鑫 我是一个来自天津的东北小伙 头脑简单 四肢又不发达的我 一直执着于我热爱的美术事业 却又阴差阳错地 做着销售 也从事过教师职业 我总会给自己打一针鸡血 告诉自己 你是最棒的 如今儿历之年的我 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得一份 关于设计类和讲师类的职业 谢谢大家 黄鑫老师好 这是我前提 综合绘画专业 对 这是干嘛的 就是 基本上每一个画种都会接触 但是我的个人理解就是 每一个画种都不是很专业 那你毕业之后 参与了什么工作呢 跟我专业相关的 一个就是说在 阿克苏诺贝尔 做了四年零四个月的塞尔资讯师 就是我这份职业呀 它是一个跟销售挂钩的 一个设计类的职业 然后后来在这做了一段时间 室内出了一些小问题 然后我就又回到了本专业 做了室内设计师 你评价自己是拼命三郎 是接地气的小市民 不fashion 很low 还有这样评价自己的 对 我感觉我平时的话 就是不管在工作当中 还是朋友眼里的话 就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 就是不太会享受 比如刚认识我的朋友 他会问我 他说这个阶段你有没有去哪儿玩 你有没有打算去哪儿玩 我说没打算 他说那你可以给自己 放一段时间假呀 然后可能我会告诉他 我这段时间都没有工作 我哪有这个心情去玩 这就是游玩上不懂得享受 对 那吃呢 吃上面的话 我个人对吃的要求并不高 就是我感觉在外面 吃什么都挺好吃的 然后平时我的一个个人习惯 就是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 自己做饭 对 一个人吃一个人做饭 太麻烦了 对啊 但是的话 我基本上是早餐的话 自己做 然后这一天三顿的就都做出来 说说你早上做什么 早晨的话 一般会做一些比较暴力的 比如说土豆炖茄子呀 土豆炖茄子一个菜 土豆炒辣子呀 什么什么 土豆炒辣椒 不是土豆 土豆炖茄子 土豆炒辣子 土豆炖辣椒 然后西方式炒鸡蛋呀 都是比较基础的菜 就是中午就热了再吃呗 对 晚上再吃呗 对 一天三 这生活太枯燥了 你就不知道买个什么手抓饼啊 享受一下 偶尔会享受一下 偶尔会享受 就平时特省的一个人 是吧 还好吧 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是吧 一般 我父母的话 我父母的话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那个工人 我妈妈是一个收货员 然后可能的话比较节俭的性格也是从父母那儿就是稍微感知过来的 然后至于拼命三郎的话就是我基本上是全年365天不歇班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做的是室内设计师嘛 我们是没有双修的 但唯一单修的时间我还会出去画画 做一些 这么拼干什么呢 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跟家里的一个生活 你这样的人应该不会懂浪漫吧 我不懂浪漫 我情商特别低 那你跟别人谈恋爱是怎么谈的 就是 你看你一日三餐饭都做好 你更不可能去看电影买个薯条啊 买个什么爆米花之类 那要你出鞋那更难 不是不是 倒是没有铁攻击到那种程度 但是的话我没有什么太花样的招式 无非就是说请朋友出去吃下饭呀 然后公园里哪里溜溜啊 都是那种最基本最low的方式 公园里溜溜 有女生主动追你吗 有过 哇 眼光很独特嘛 是 当时我就在想说 你什么眼光啊 你主动来找我 然后后来的话 什么人呢 然后后来的话 我跟他在相处的期间 我压力会特别大 因为首先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评价 就是说 我本人的话 我谁也不靠 我靠自己我也挺努力的 然后可能就是说 在物质生活这方面 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还好 但是我怎么赚也赚不过 他们家开公司的那么有钱 正好可以改变你的家庭生活呀 但是的话 我可能是我性格比较极端 我就感觉如果 我们俩以后 有以后的话 可能人家会认为 你是倒插门的吧 如果你真爱他 你怕什么呢 但是关键问题就出在 可能 我觉得我们的共同语言并不多 如果你真爱一个女生 你可以接受她的家世 比你好很多吗 可能还是不会太接受 那你这有点太吹猫求刺 可能是 这是一个话题 很大男子主义是吧 你觉得你很大男子主义吗 就是一定得你比对方 甚至比对方家里还要强 可能有一点点 因为我认为的话 从家的这个角度的话 男人一定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他一定要在这个家里 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其实你是顶梁柱 并不影响你未来可以再挣钱 不是 不是大男子主义 就是不能有钱 找的一定要比我穷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吧 这是没有必要的其实 从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好多次 黄欣在看上去 像是在自黑 所以我想特别了解一下 你真的是不自信 还是说一种幽默的方式 自卑 没有没有 他在自黑 他说自己low啊 说这个女孩看着他了 就是一种自卑的经历 两方面都会有 哪个更重 可能是自卑更重吧 不要那么大男子主义 如果真的一个很有钱的女人 真心爱上你 你也爱她 这多 是吧 多好的事 对 涂雷老师 涂雷老师 我特别想说一句 我觉得好多成功人士 都有自卑心理 真的 你也有吗 我真的有 我是真的有 因为好多人 他一自卑以后 我特别努力 老觉得不如人 老觉得不如人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态度 李浩阳 你有自卑的时候吗 我觉得内心里面还会 有一点怕不如别人吧 你在这个台上 有过自卑心理吗 这个其实经常有 因为任何一个老板 如果他给我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 我没有回应好 或者他讲得非常棒 而我自己做不到那么好 我都会产生一种自卑感 所以大家以后要理解 他乱咬的时候那种行为 人家是自卑都导致的 来 我们来看到 他的背景资料 左边的这两张图 是我拿软件做的一个室内设计的图 然后右边的四幅小图 是为万科样板间做的一个色彩搭配的一个方案 这幅的话 上面的两张画 是我在外面为店面绘制的一个3D立体画 然后左下角的话 是我当时毕业创作的一个装饰画 然后右下角就是一张强绘 你今天来应聘的是设计师 设计类相关专业跟讲师 你要求薪资多少 6000家 有地域限制吗 最好是在天津 其次是北京 其他地方不考虑 就这两个地方 对 因为天津的话算是我第二故乡 我在那边也待了10年 而且的话天津给了我一些 我原本认为遥无可及的梦想 在这里实现了 啥 就是比如说在这边定居也好 你买房子了 对 自己买的 带款带款 自己买的 对 牛啊 小房子 多大啊 60 多少钱首付 首付的话是20多一点 都是自己出的吗 对 家里出了钱吗 家里没有 一分钱都没出 装修钱是家里出的 太棒了 给他点赞 他毕业多久啊 那些省下来的每天吃 早上做一顿吃三顿 这饭全都省在这了 对 行 虽然现在没女朋友 但你有套房啊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发展 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的舞台 他准备了一首歌曲 一路上有你 有谁啊 有所有人 所有帮助过的人 扯吧 有谁 未来的那个他吧 行吧 行吧 你知道吗 这一生遇见你 是上辈子我欠你的 是牵一把 让我爱上你 才又让你 才又让你离我而去 我唱歌的时候 当时紧张了要命 基本整首歌都不在调上 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 哭一点也愿意 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 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 同一点也愿意 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 谢谢 哎 陈老师 我听完唱完歌我敢唱首歌 你会唱粤语啊对吧 没有 我唱首粤语歌 哎 你来来来来 哦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广东郊区歌手 黄基鸣 大家坐好准备死的心 老牛那火腰 回首 回头多少个潮 尋遍了的片势去 没喷的在手 我得到没有 没法解释都是错漏 刚刚听到望到 变尴尬不知哪里追究 一生何求 想不可以放下以拥有 没留到我所在的 给你 是我的所有 不错 还原调呢 谢谢大家 其实听他吵完你是不是敢再来一首了 我想私底下跟黄总去PK一下 听完了之后那两顿饭不想吃了 因为来我就上班好不好 准备倒掉 来我就上班我们私下PK 好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黄鑫在外向性 宜人性 以及竞泽性得分不错的 但他在创新性得分偏低 艺术方面呢 他是有兴趣在这里 这里表现得很充分 艺术呢 他测评的时间超时 所以呢 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他做事呢 可能他缺乏一种激情 你还多给自己一些自信心 更好地认清自己的这个能力 其实呢 你是可以做出一定的成绩的 我有个问题啊 我觉得黄鑫的这个 又说到这个性格上面 他有一句话啊 简单纯粹 把悲伤留给自己 就是不是这么多年以来 已经养成了习惯 就是你不是一种自卑 你可能是一种自虐 不是不是 自卑可能是会有 但是说自虐可能会稍微有点严重 因为平常的话 我私底下还是挺嗨的 然后我为什么说把悲伤留给自己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 我在朋友当中也好啊 还是在同事当中也好啊 我希望我能把最好的那一面 展现给大家 如果我用我的这个气氛 能感染到它 能让大家开心 我觉得我稍微委屈一点也 就你擅长忍辱负重 有一点严重 是吧 我问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专业的问题啊 第一你做了 实际设计师教学的那个岗位 做了多久 教学的岗位是做了半年多 是最近才有机缘巧合做的 那你的学生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 我们是小班授课 一个班大概三四个同学 三四个同学 对 那他们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对我的评价就是 上课的时候会挺严厉的 然后私底下还是挺嗨的 我个人有的一个优势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但是我虽然技术不是特别的高 但我能保证我的所有的学生 能达到我从教学的一个的一个点 我觉得王琪看作品就可以了 有的东西不用问 你看作品就可以 你是专业人士 对吧 来第二轮选择 还有四战争 来 我们是有一个品牌部这一块 就是相对来说需要一个设计师 这样的一个职位 我第一点是在北京 王琪 我们的真正的讲师 要求至少本科以上学历 所以你的学历不符合 所以的话我可能给你提供一个助教的岗位 我希望你也可以在我们火星内部修一个学历 这个是我们内部有这样的条件 地点北京 地点北京 陈昊 给你俩岗位 一个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营件设计师 跟你那个装饰装修相关 一个是我们素养教育的美术课程助教 北京天津都可以 黄基敏 给你的是西莫智能家机房地产事业部的大客户经理 好 四盏灯 灭两盏 留两盏十秒 谢谢你 因为这个我不是特别擅长 有请陈昊 王琪 谈钱不上感情 好 请揭晓 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不满意之说 陈总那面不是特别满意的 你希望他加到多少 加到 他那没加号 哦 我可以加 我希望那边再加 你希望他加到多少 我希望他能加到七千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好 你想在天津在北京 天津 天津 天津我只能给这个 因为你是转行过来的同志 他不加 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王总 我想问你个问题 为什么你总是八千加呢 总是那么高呢 又加两千 我们的老师是一万到五万年薪 我们的老师的质量是 可是他也没有老师经验 他可能是个陪一生 他8K是助教 助教就是8K 最佳雇主 这个火星时代是最佳雇主 是逢人加两千 标准价格 来 有没有薪酬高过于八千 八千五百加 我就知道这小子要掺和 有没有高过于八千五百块 好 把另外九盏灯弄灭了 刚才八千都高了 现在出了个八千五百块的 我是为什么加行 因为他转行到我们 自动家议员是成本最低的 可能你是最快的 并且你原来有很多的客户 可以直接用到我们产品 包括很多合作商的合作 所以说我希望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你是让他去做设计吗 金明 不是 我让他转做销售 做销售 你真的是好久没招人疯了 销售八千五百五则底薪 非常高啊 对啊 而且他展现出任何销售特质了吗 就在这个过程中 小伙子把我换下来 一定要去那儿 真的待遇非常好 不是 金明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看到他什么销售特质呢 作为一个老板 在一个非常官方的招聘场合 在没有看出选手要应聘销售意向 以及没有展示任何招聘的特征的情况下 然后疯狂加价 任何一个公司给谁的什么工资 我因为不用拿你们标准来考考 就第一点 我拿客观标准 听说我说 你不要动不动插嘴 好不好 就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 我因为看到了他在原来装修里面的 很多经典可以迁移到 我们在做智能家具 跟房地产公司的合作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员工 所以我愿意给他加 丽总呢 您可能是做文化产业的 不是很了解 我们的渠道经销商 我们招一个人的时候 除了看他个人的价值 那您怎么不给八千加呢 他的这个渠道 你觉得不值吗 丽总您看 他是装饰有限公司 油气有限公司 我是卖红糖的 如果他原来是母婴医院的 我就要了 那个杨总 你上次教我们一个 他除了个人价值 还有他背后的经验 好了 那我们就考虑十秒 是否愿意让他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好吗 别说话 别闹 你的答案是 好了 那我们就考虑十秒 是否愿意让他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好吗 别说话 别闹 你的答案是 不替换了 为什么 我先谢谢 你要出到八千五了 我先谢谢黄总 就是可能我个人的话 还是不太喜欢偏销售类的工作 谢谢你啊 再见 来 选手比你理性啊 黄总 你以后招聘请理性 其实我愿意料一下 我愿意不理性 不用你来说 我跟你说你考虑上你这样做公司是否理性 黄金铭 刚刚还唱了那首歌《一生何穷》 我们看好你们 淡定嘛 好吧 来 在他们俩当中做出最后的选择 是没有 火星时代 优胜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去吧 很理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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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为什么那么好呢 我觉得你特别聪明 能看穿一切啊 没有没有 好样的 智商不错 因为我感觉 整场发挥自己不是特别满意 然后的话 能 所以又去了优胜 所以去了优胜教育 也不是 也不是 发挥不满意 然后所以的话 我就是无论这个工资 给的高与低 我希望 我可以 我如果真的有能力的话 我可以低开高走 好好想想 情商怎么那么低 再见 好 整场的表现 不是太满意 而且到后面 唱歌也唱跑掉了 跑得也特别离谱 但是最后的话 比较感谢 就是三位老板 给我的心思待遇 个人觉得 还是务实一点 比较好 看看在优胜教育 能不能给自己再拓展一点新天地